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先生 请你坐下 是的 那我们就很难得有这个机会 就可以在运动博览的延场 跟大家一起见面 那我相信这里很多都是 李宗盛先生的粉丝来的 是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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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刚刚东京奥运刚刚完了 那是不是成绩很好啊 我们香港 很好啊 很好啊 拿了多少是一什么 一金 两银 三银 三银 一银三银 一银三银 我们亦都为我们的得奖者 和所有参加的建议 鼓掌 谢谢 我们这里都有位金牌 金牌导演 延浩先生 今天和我们分享一下 他对于这个运动 如何改善我们的体能 那方面的收得 那你就 那 延浩 你呢 就帮了 飞翼啟德呢 就设计了一本书 是 这本书呢 就叫做 运动 对症疗法 是的 是的 那这次我们是第三集了 是的 第三集 我们难得有些 因为以前两集呢 都是在线上那里 做一个和大家交谈的 那这次第一次呢 我们是在线下 和大家面对面那样谈 为什么 那你应该稍后呢 你会有一些 是叫做 达民的时间 有了纪念品 所以你一定要 应该要问问题 但是在你问问题之前呢 然后 可不可以呢 那今次我第一次和大家见面 很高兴你的粉丝 谢谢 你和大家谈两句好不好 好啊 很多谢大家 那这样的 那为什么呢 就会 写这本书呢 大家都可能会知道 我就 在过去那十年里 是搞食疗的 但是呢 十年之后的食疗呢 就是呢 当然那个口碑都很正面 社会口碑都很好 但是我个人觉得 都是有美中不足的 因为呢 只是 将这个饮食呢 将它改变了身体 改变身体之后呢 还是有些东西呢 是食疗改变不了的 就是譬如痛症 最基本来讲 那痛症呢 痛症是什么痛症呢 那痛症呢 痛症呢 是这个地球上面 超过百分之九十至九十八个人呢 都是痛症的 就是就算现在 没有可能 未来的五年 它都会出现的 这个是个统计来的 就是不是 不是客人的 那呢 就 这些痛症 什么叫痛症呢 比如说我们 颈痛啊 背贴痛啊 腰痛啊 七楼膈痛啊 那通常就是 痛在这个三大个关节那里的 那这些痛症怎么搞呢 就 你吃什么都没用的 你吃得怎么样健康 它都没用的 那怎么算呢 那你说 陈瑞吃 没用便没用 我去看医生行不行 没用的 医生呢 因为很多医生呢 进去 他先跟你说 我跟你说 没得住你的 我都帮你不了的 除非你自己 改变你生活里面的姿势 你改变你生活里面的姿势呢 我可以帮你 缓解 那有些医生呢 但是有些症呢 他真的 不是哪些左右都缓解到的 比如五十肩 很多人 到了这么上一年 他都有五十肩 五十肩呢 就算他给了很多钱 他去做呢 他都是 是没法指 有人帮你 而好一点 是很难的 你必须要自己 甚至你这么普通的举下举下 因为我自己都经历过 那时候呢 我都未懂得这套运动 我真的 总不知你痛呢 我都不理你 我都要动一下 那他是不是痛 但是不会痛 你举不起手了 哇 举起手了 但是都要半年才会痊愈的 起码都要半年才会痊愈的 那我一个朋友呢 就去看五十肩 他还不小我几岁 这样呢 就千几元一次 哇 那多久才会痊愈呢 那也是半年之后 是啊 是啊 又要痊愈 那你说 他痊愈痊愈就半年之后 痊愈痊愈 我自己做 又是半年 那要做半年 他又给一千元一次又是半年 哎呀 那真厉害 其实这些东西就是 你真的没得医就没得医的 没得医的意思不是说 你没得医啊你你衰狗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你真的要靠你自己 你改变一些平时的东西 生活习惯 不良的姿势 是啊 就是你这样坐也不行 是啊 你这样坐也不行 是啊 你这样坐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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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各种各样的毛病 会走出来 是 腰又痛啊 不过来的那样东西 腰又痛啊 脖又痛啊 是 是的 会搞出来的啦 那再加上那些舒缓的动作 一些運动 你创了一个叫做 酷养体干运动 我们让他介绍了 很好 就是说 大家也喜欢做运动 尤其今陆阵 如果你想做运动 你也想学 那就是有时候 你事先明知道 可能对某些位置 如果你磨擦損耗會大的話 你先避開它 盡量去避一避 但都有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又要舒緩 改善很多不良的姿勢 也是有幫助的 會 這本書裡面一開始就講完 剛才改了一些會受到磨擦的運動 是 書一開始就講了 很多我們在公園裡面看到運動 他們會做很多錯誤的暖身運動 那些就是越做 身體越損 我做給你看看 好好好 真的好 導演 導演 表演 這個就是這樣 我都不敢努力做 不斷扭那個塞頭哥 是好還是不好 當然不好 因為這個塞頭哥 沒有設計到你360度轉 明白嗎 是 那好應該怎樣 我先講到不好 我先講到不好 OK 不好的 這樣也不好 這樣也不行 哦 這樣做也是選你的脊椎 哦 厲害了 頭部360度轉 我現在都不敢努力轉 真的 都不行 這些都是我的 這些你的頭 你的頸椎都沒有給你設計到你360度去轉 這些是不好的 所以 再三強調是不好的 你小時候都不會學 打人更加不好做 那這些運動 那要什麼運動呢 那要什麼運動呢 講好的熱身運動給我們 好啦 其實呢 如果你去到公園 你又準備 差不多有幾個小時 那我建議 就是最好的熱身運動 就是我剛才 剛才我們講的 就是這個 服養體育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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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是說 賣瓜棧 賣花棧 花香 而的確呢 它是一個 本身來講 它已經是一個很有效的動作 那些年齡 我自己做 我知道 人家做事 也不知道 也證實到是有用 反正是 將很多有用的動作 集合在一套運動 這樣一個集合的組合法 是從來沒有有過的 從來 這些動作可能已經存在 很多人都會做 但是這樣 它有很有基礎 很有系統 集合在一套 就可能真的沒有人這樣做 嗯 那我想說 比如說 熱身 這些運動 全部都是很簡單的運動 它幫我們活動我們三個關節 還有活動我們全身的重要的肌肉 還有這些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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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本身有一個 復原 康復和復原 就是它有一個物理治療的作用 是 是 那你用這套運動 你想做快一點 15分鐘 做慢一點 還有30分鐘 那你會 夠了你 做熱身運動的了 我看到你本書 介紹的運動 每樣都是做十下已經夠了 有些十下 有些三十下 那到底你做多少下呢 就要看你自己的體驗 是 沒錯 所以可以這個 這個什麼 可以引來到 是 那你家庭半下 沒有用 是 我只是半下 那 做一兩下 除非你真的 譬如你每一回真的不一樣 譬如你手真的很痛 那你真的做一兩下 你知道嗎 你知道在你僅僅的身體受到這麼大壓力的時候 你做一兩下都痛的時候 你就真的一定要做一兩下 那一兩下是幫你治療得好 你不要這樣說 嘩 那 喂喂喂 你示範一兩個給我們看一下 譬如很多時候我們的肩膊呢 都扯著扯著的嘛 有沒有一兩個 我幫你拿咪 你示範一下 呃 好啊 首先呢 譬如說這個肩膊 肩膊 最重要是肩膊轉 是嗎 肩膊這樣 就這樣 嘩 舒服了 很容易的 很容易的 1 1 2 3 肩膊要轉 哦 肩膊要轉 是嗎 因為肩膊很容易痛 因為經常都這樣 這樣 這樣也是肩膊的 肩膊要轉 是呀 要轉的 是 是嗎 這個舒緩了 這個轉法呢 你是扯著後面的肩膊骨的 哦 這些地方的位置 通常是退化 很容易退化 因為你經常是瀑在那裡做事 對 這些地方呢 肩膊骨 肩膊頭這些位置 經常都說什麼叫肩周炎呢 是 你這樣動一下動一下 那個就是肩周 你肩周圍發炎 就是肩周炎 是嗎 但是你這樣做的時候 他就跟你慢慢 他為什麼會發炎呢 Pauline 因為血不通 是不是好像 那些肉 放了在那裡 放了一下他都會臭 是呀 我們肌肉都是 你經常都硬不動 那他就慢慢慢慢的 血流不走 是 那有時候你 整整整整口 就是你會 所謂痛到痕 為什麼會痛到痕呢 因為血很久沒有流過 是不是 不是這樣痛 是痛到痕 我想大家都有那種痛症 都會知道什麼意思 就是血很久沒有走 嗯 那你都可以動一下 動一下去運行 讓那些血液運行都好些 還有一個很簡單的 是 很有效運動 是 為什麼呢 我們經常都 又是這樣 因為很多都 在那裡做事 在那裡做事 那這些位置 是 就變成寒背 是 寒背是我們 就是 我以為是很自然的 寒背是很自然的 寒背不是自然的 就是不是有型 就是有型 其實不是 有型 有型是怎樣 走路都這樣走 他的手是這樣的 這樣不是有型的 大隻佬 是不是大隻佬 不是 因為他的手 因為他變了型 所以要這樣走 他不可以這樣走 就隨便專門這樣扭 你見到自然垂下 就是這樣 你以為這樣很大隻 其實不是 其實他的寒背 肌肉就硬了 扯到那些筋骨就被動了 一個很簡單的動作 我們就可以解決 這就像小弟哥也是 你小弟哥 你看他的寒背 是不是不僅是大人才有 你小弟哥 你看他後面 我們自己都是大人去 你看他後面 是不是 軟起 是不是 軟起 軟起 就是寒背 壓到我們的肺 肺 內臟 這樣做 很容易的 很容易的 我就跟你講 拉開 好東西不用難 很難的 很難的 就給自己一個 這麼大的壓力 就這麼大 就這麼簡單 這樣做多少次 這樣 每次做 每次做最少60次 60次 60次 這麼簡單的做10次 多少是難做 好 好 這個為什麼要60次 坐著也可以 坐著也可以 因為我們很多人是在這個辦公室 是 你就坐直一點 這張椅子就不是很合格的 因為它等我們打下去 是 拉下去 那你坐得出一點 是 是 做了一樣 是 可以 你坐著做也可以 你的辦公室 手放著攤開 是 向上 是 向上 這樣做 大家都是試一下 你在辦公室這樣做 你不要打到旁邊 是 你一輩子都不會說你偷懶 因為你都沒有起過身 是 是 看電視也可以 坐著看電視 你說坐著看電視 這個坐著 就是有個行證 哎呀 例如你這樣坐著 這樣就不行了 不行 要坐直一點 你這樣坐著 你的腰衰緊 衰緊 那些腰椎團突出 或者就是縮起來了 所以簡單來說 就是腰椎團錯位 不是 很多人都有 腰椎團錯位 你怎麼知道它有錯位呢 就引起床骨神經痛 嗯 什麼叫床骨神經痛呢 嘩 我有痛 背脊痛 那些會避 是 會避到腳尖 會避到腳底 是 是 如果你有床骨神經痛 你知道那個毛腿的中心 不是因為 那個腳 嗯 是因為你的腰歪了 是 腰歪了 腰椎歪了 是吧 嗯 好了 那個腰椎歪了 怎麼醫 你自己醫 因為 也都不 是你去 怎樣的 我曾經 我曾經在很多年前 我30歲開始 已經開始這個問題了 那個時候 不懂這些 那我怎麼去醫 我身為去醫 那我的物理治療師 就幫我綁了一張床 綁了一張床 那些鏡 小小腳那些 然後突然間 那間床的中間分開了 蛤 嘩 嘩 嘩 所以我去中間兩邊扯 是 痛到我真的怕得不得了 你不要康復了 同伯同 是 明白嗎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 不要順散 是的 就是大家自己考慮 是 但有一個辦法就是很有效 我告訴你 好 你走了 走 平坑幾 是 不勒不勒 這叫左三腳右三腳 左三腳右三腳 一 一 二 大力一點的 踢 乖 到這裏了 咦 左三腳右三腳 大力一點的 踢一下 踢一下 是 如果滑到一下 快 一 兩下踢 一下踢 哦 大家會跌倒 大家 好容易 你要走 要拿一個平衡 那你大力的話 你自己做 OK 那這個運動你做 你可能 如果你腰痛 痛 痛的時候做 就可能你會聽到腰 這裡 啪一聲 啪 你聽到啪一聲的時候 就不會痛的 但是啪一聲之後 你會發現自己鬆了 哦 你可能做第一天的時候不行 你連續做 兩天三天之後 就發現 是有效了 或者你那一天 那一天 你做兩次到三次 但不要死做死做 你可能每次是做 剛才我說三腳就夠了 做多一點都不行 看你個人 看你個人 看你個人可不可以忍受到 或者你可不可以掌握到那個秘訣 例如剛才我這樣 就是 說要表現 就啪 就自己 整個飛起 不要強迫自己 放鬆 放鬆 就是這樣 這樣 這個就是 多了我們的腰椎 就正常回 就是讓骨骼 不論你是突出 或者收入去 鬆了 它都是有幫助到我們的 這樣的人都要平衡 保持平衡 我看到你踢的時候 你的身就偏向 身好像偏向這邊 是嗎 我左腳就這樣看的時候 你這麼遠就看這邊 我踢右邊的時候就看 就看這邊 我踢右腳就看右邊 踢左腳就看左邊 踢左右同行邊 右腳就看右邊 踢右腳就看這邊 踢左腳又看左邊 是 相反方向 踢右腳就看右邊 是 是 是 明白 是嗎 你知道嗎 你快要70歲了 大個樣子 30多 他已經快要70歲了 我媽媽在那裡 哈哈 我媽媽在那裡 我媽媽在那裡 你媽媽在那裡 60歲後生的女兒 哈哈 你真是慘 我先坐下坐下 我先坐下坐下 我先坐下 你坐下坐下 或者運動運得多 那變成你膝頭哥 都出現什麼 你叫膝 膝 膝頭哥 膝 膝關節炎 是 那那些什麼解救方法呢 首先呢 剛才我講了三 講了那個 上半 這個關節的 是 肩頸的方法 是 剛才又講了腰 是 還講膝頭哥 是 膝頭哥 是 又來個 是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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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讓你動到膝頭哥的筋骨 我們為什麼膝頭哥痛呢 是 當然有很多原因 是 其中的原因就是我們肌肉不夠 肌肉不夠 大腿肌肉不夠 大腿肌肉不夠 如果你大腿肌肉夠的時候 是 就可以幫到我們的膝頭哥 可以幫到我們的腰 讓我們不會跌倒 是不是 這個運動叫做 心蹲 蹲 蹲 是吧 心蹲呢 對我的心臟很好 所以這個動作 其實呢 是很有用 還有呢 我自己最初做的時候 是 像你說的膝頭哥會痛的 是 那我就犯了兩個毛病 是 這個毛病呢 原來你的腳尖 做完你的膝頭哥呢 是要對正的 你這樣也行不行啊 你一定會痛的 嗯 如果你這樣下去的時候 你的力氣會在外面 嗯 你膝頭哥會痛的 你筋骨頭會痛的 這些地方會痛的 是 你會拋出外面的 那你一定要 膝頭哥對 膝頭哥和腳尖 要對正 從一個方向 是 那你落地的時候 那些下呢 你會覺得好像你的腳 收起來了 就對了 就是你的腳 你已經好像夾起來了 不然對 哦 大家不妨起來試一下 哦 因為這個動作呢 是很幫到我們的 嗯 嗯 可以 大家試一下 大家試一下 大家試一下那個感覺 如果大家試一下那個腳 如果那個腳尖 和那個膝頭哥是對直的時候呢 不用踢出外面的 那兩隻腳就好像是 有些 有些 有些緊緊的 就這樣就對了 是啊 這位女士呢 你的右腳呢 就向右摸了 你右腳 是啊 現在就行了 這位女士呢 你兩隻腳都向上了 是啊 一隻腳 直腳 然後就 摸 是啊 是 你都有一隻腳 你說你的左腳呢 就是吹到蟹啦 是啊 這樣就對了 是啊 這樣就對了 這位先生就是你左腳出去 拆開了蟹 是啊 你直一點 還要抹開 抹大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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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女士 這位女士就對了 對了 那你落難 這個呢 這位女士呢 這位女士呢 紅衫女士呢 你的右腳就沒有了 是啊 你今天就正了 是啊 是啊 對了 如果不正回來呢 這位女士是對的 如果不正回來呢 你膝頭肌會痛 你做不到很久的 做幾天你就想放棄 為什麼越來越痛呢 就是一個更簡單的問題 第二個錯誤犯的就是 那些設備做得太多 啊 那些人都一樣 是 就是我們這些 也是一些平時的靜態 就是很多枱頭工作 那你呢 現在很少運動 本來就是很需要這個運動 因為你平時很少運動 但是呢 我一次做成 就是 比如一次做 第一次做十下 這樣就OK了 是啊 我想逼自己做二十下 這樣就痛了 現在是這樣 最初來到十下 每一個人不能一樣 可能每次做五下三下 你會覺得很累 不要緊的 身體這件事 身體這件事 就很神奇的 我喜歡三下 你三下 三下半 一下喝二下 哈哈 一下喝二下 一下 你今天做三下 你過幾日呢 我試試做四下 可以的 然後過幾日 我做五下可以的 身體呢 肌肉是真的 它真的會長的 但是你不運動它 就會縮 那幫助肌肉長 那你撐住骨 是啊 那七樓哥不是那麼不需要 整天都撞到七樓哥就很明白 所以這個肌肉呢 肌肉呢 肌肉呢 除了幫我們的關節之外 是幫我們的心臟 所以呢 尤其是到了我們年紀大之後呢 為什麼提議大家說 要做些肌肉運動呢 做量運動 因為如果沒有肌肉 因為肌肉呢 你到了五十歲之後 它會慢慢消失的 是是是 如果我們不去做它呢 是 不去做運動呢 它就真的會 這個時候你摸一下旁邊的朋友呢 它不做運動 你一拍一拍它 它會軟的 哦 那些已經是全部都是脂肪 肌肉已經很少 那你會不會跌倒 是 以及長肌肉 是啊 內臟 內臟到心臟是很重要的 啊 好 坐下來 那我們 什麼說了 講了 頸椎 腰部 剛才就是膝頭 然後呢 然後呢 就是肌肉 長肌肉 其實長肌肉都很緊要 其實什麼年紀呢 長肌肉都很緊要 即是呢 年紀大又說會流失 是吧 就算年輕的呢 因為你想撐住那些骨的話 你的肌肉要實在 那你就最能講食療了 哈哈 那吃些什麼東西呢 可以幫助我們的肌肉增長呢 呃 呃 對不起Pony 我想講食療之前 我想再講講膝頭哥先 好好好 因為為什麼呢 有很多人呢 譬如說他已經走得不太好 但是他膝頭哥會越不走得好 他膝頭哥會越痛 那如果這個膝頭哥痛呢 我想是一個很多人會有的問題 那根據從前的西醫講 其實他現在都這麼說 就是這些膝頭哥 你應該沒有了就沒有了 沒有得醫的了 你要打針 千萬不要 因為過去十年以來呢 呃 日本和美國呢 都有一些試驗 就是呢 成功的試驗呢 就是簡單的 如果你已經走不到呢 走不到呢 走不到呢 為什麼走不到呢 你的膝頭哥會痛呢 你只會這樣就可以了 我現在發生了什麼事呢 我現在發生了什麼事呢 你大力撞到腳筋那裡 對 大力撞到腳筋那裡 大力撞到腳筋那裡 這樣也可以的 就是大力撞到腳筋 你撞到腳筋的時候 發生了什麼事呢 你後面有一些骨頭 叫做軟骨素呢 就會走出來 因為那些軟骨素呢 要是你軟骨撞的時候 才會走出來的 嗯 那些軟骨素之後呢 你的軟骨呢 根據他們的醫學實驗 就慢慢生化 所以 那些膝頭哥的軟骨 收了呢 回不到轉頭的說法 是已經是那時的了 就是說不會因為老 年紀大 就那些骨子收不回出來 其他樣的軟骨素是有的 是會有的 那這個呢 跟著跟食療有關係 跟食療有關係 因為現在你吃一做 吃一做 所以為什麼要寫這本書 就是食療貼合 就是針對性的運動 嗯 其實針對性的運動的時候呢 那你膝頭哥都慢慢好快 說老實話 我大概五十歲左右的時候 我現在差不多都七十歲了 我五十歲的時候呢 去看電影 那麼簡單 看電影而已 看完電影之後 因為我不懂我自己 不好意思 看完電影之後 就已經起不了身了 痛到 為什麼起不了身呢 因為冷氣 我坐了差不多兩個小時 冷氣就已經起不了身了 痛到起不了身 要怎樣 慢慢扶著椅子出去 戲院就沒有殺人的了 那些打掃的審 就扶我出去 搞成這樣 那去到外面呢 就騎的士 一點辦法都沒有 那後來呢 就 開始吃椰子油 椰子油呢 吃一下吃一下 吃一下呢 它真的好起來 椰子油呢 原來是依發炎的 那椰子油怎麼吃呢 我們在講食療 所以我搬回去 緊緊一點 先給我解釋 再給我解釋 再給我解釋 那食療呢 今夜之後呢 就是 我已經講了很多年了 就是 是一個 非常之健康的油來的 是 我已經講了很多次了 我可以 我不介意再講 因為呢 為什麼它對我們這麼好呢 因為呢 它裡面含有一種成分 叫做玉桂酸 那玉桂酸是什麼來的呢 玉桂酸呢 就是媽媽的母乳裡面 所含有的成分來的 嗯 那世界上的植物裡面呢 只有椰子油 就是椰子裡面有 你可說 椰子油 椰子油 椰子油裡面有 可想而知 它對我們身體的重要 而且因為這些那麼重要的東西呢 是媽媽給寶寶吃的 它是很容易消化的 嗯 絕對不會因為說 有些坊間黨 吃多了就會 弄得你肥 絕對不會是這樣的 嗯 你現在可以喝啊 那你會 你會 好像我這樣 那麼大 那麼大的人 譬如吃兩匙啊 但是要撈下的飯 你會吃 食物都吃 或者你去炒 去都可以的 那我家的寶寶 所以六個月大 開始吃得 這些食物的時候呢 已經可以 拌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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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奶那裡 如果你 吃媽媽的奶呢 就不需要加的 啊 但是你要吃奶粉呢 就要加一點的 拌進去 粥仔都可以 粥仔啊 奶粉啊 奶粉都可以 那是一個很好的東西 吃起來就不痛 那以前還有呢 就 你還可以檢查一下 你自己的小頭肌 到底是受傷痛呢 這個是這些所謂老化痛呢 是 如果你上樓梯不痛 你下樓梯痛呢 就正如你的膝蓋沒有傷 沒有外傷 啊 你只是呢 你的軟骨呢 虧了 軟骨虧了怎麼樣呢 就像我剛才說的 就是那個詞 下樓梯痛 痛 上樓梯不痛 上樓梯不痛 就是你老化 那就是老化 所謂老化就是軟骨虧了 不是老化 不是傷 不是傷 那如果老化的話呢 就吃些 柚子油 柚子油 加上剛才說的 加上剛才那些 那些 還有還有一個動作 是 你來 那這些行動書裡面有啊 是不是 那裡 那麼鎮一下鎮一下的時候呢 我會不會大家做三十次到六十次 是不是 如果你很痛 那就做了幾次 30次是60次 30次是60次 30次到60次 如果你手樓梯痛的 那大家可以站起來做試一下 這樣做 你覺得 一蹬的時候 醫餵先生你會不會蹬到腦子 不怕的 他不會 因為你覺得好像蹬到腦就蹬到腦 不會的 還有這樣做的時候 可以幫你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幫了我們心臟 幫了我們心臟 因為我們的心臟是靠血去養住的 但有時候你的血流得太慢了 種種原因的血流很慢 那心臟的過程就很慢了 但是我們每天這樣做 三十次 六十次 你可以分兩次做 或者做日夜 昨天早上做三十 夜晚做三十 這個就是看電視最好 是 是 就是看電視的經典好動作 是 是 是 這樣做 就這樣穿拖鞋都可以 可以 拖鞋都可以 所以不用穿後面的 不用 不需要 那你就不要那麼偷偷 你舉高一點 這樣一下 這樣就可以做到 還有你 要這樣按 哦 要手幫助 力 按下去 按下去 一舉兩得 嗯 一舉兩得 嗯 一舉兩得 就是兩個 剛才那兩個動作都有幫助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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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那吃東西了 說回 剛才你剛剛說了 如果 譬如說 就是 那個椰子油呢 也會幫助我們 就是如果就算腳痛 也有些關節痛呢 其實都有些幫助 非常之有幫助 對 幫助 那你剛才都講到說 如果是基日增長的話呢 嗯 那還有些什麼東西可以吃呢 肌日增長呢 嗯 嗯 當然呢就是 譬如 浴露裏面有啦 那樣就是 呃 魚啦 那樣就是這個 呃 魚就是奶製品 奶製品 我為什麼要說奶製品 不是奶呢 因為很多人不能喝奶 就好像我自己呢 喝了奶就肚子 奶製品 譬如芝士啊 呃 這些乳酪啊 乳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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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些呢就是裡面的蛋物質很高 但是 你要買全脂的 全脂的 要買全脂的 是 因為呢 最新的研究呢 都生了很多年了 就是說呢 那些脂肪是全脂的 還有要是沒有加添加劑 沒有添加劑 沒有添加劑 是 他們裡面的蛋白質是很高的 真的 是 蛋白質高 我們的肌肉需要的蛋白質 嗯 還有呢 他們發現呢 你吃了那些全脂的 你說 這樣吃了會不會肥啊 那我跟你說 要讓你肥呢 絕對不是這些脂肪 脂肪是不會讓你肥的 什麼讓你肥呢 甜的東西 甜的東西呢 是人類最大的敵人來的 是痕症嗎 是痕症 很開心 但是甜的東西呢 你吃了之後呢 你就算吃白米飯 你都會肥的 為什麼呢 最毒 因為這些白米飯白麵呢 那些東西呢 也都是呢 你的糖分是很高的 噢 升糖很快的 這些東西呢 也吃得多了 都是糖的 噢 所以這些東西呢 但是呢 最新的研究是說呢 呃 豬油呢 竟然是健康食物來的 啊 豬油呢 竟然是對血管呢 是好處的 大家都很開心啊 哇 我也很開心啊 五花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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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啊 但是五花腩加糖呢 就雖然了 哈哈 五花腩怎麼吃呢 我跟妳說 我試啊 我試啊 那還可以再吃得好吃一點的 是 如果妳家裡有菲律賓姐姐呢 是 請妳做個阿刀布 阿刀布是很好吃的 阿刀布就是豉油加醋 豉油加醋 加一點胡椒 加一點那些 豉油加醋已經很好吃 加點月桂葉 是 那已經是很好吃的 根本就不需要糖的 豉油加醋 再加月桂葉 嗯 嗯 煮 煮 煮的 那妳就這樣煮的嘛 那妳晚上煮了 妳下午早餐吃 吃早餐吃 但是妳吃這些東西的時候 妳千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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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吃飯 不要吃任何白色的東西 如果妳家裡可以把任何白色的東西 白飯 白米 白鹽包 白糖 還有鹽白鹽 這些東西 因為鹽有很多種 我們可以買海鹽 這些 原始的鹽 硬鹽 是 任何白色的東西都是加工過的 對我們身體是一無好處的 是 一無好處 如果妳加工 令到它白色 是 是 反而是廉恥的 沒有怎樣鬥過的 是 沒有再做的 是 所以剛才 她問我應該吃些什麼 我跟她說 妳先問應該是不吃什麼 嗯 明白 應該不要吃什麼 剛才那些東西其實很簡單 這些東西不吃 妳急回其他開食 那我不吃白米飯怎麼辦 我不吃白麵吃什麼 那妳吃糙米飯 吃小米 吃泥麥 是不是 吃那些蕎麥 麥皮 這些鹹麥 什麼五穀米 那些東西 只剩下分鐘 是 是 時間做得很快 她們打轉 咦 還有東西 我留時間給她們問問 好 那這裏吃東西方面 我看到這裏擺得不行 到底都說幾句 為什麽擺這些東西給大家看 妳現在吃飯之前 吃到這些 它就已經幫妳通血管 這樣呢 這些 這是什麼 茹花果 茹花果呢 妳拿去煲湯就好 妳拿去就這樣吃都行的 是 這樣就幫我們的腸呢 就變得很好 譬如我們有痔瘡 有便秘 這些什麼呢 這些茹花果是性品來的 茹花果加什麼 茹花果加 蒸番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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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聽 蒸番薯 蒸番薯加茹花果是 一流 是腸的回憶性品來的 一起蒸 你一起蒸是 如果妳可以找到那個 食堆是一起蒸的 真的好正 我沒有吃過 就是茹花加茹花果 是的 是的 那茹花怎麼吃呢 茹花果當然是蒸熟 要吃就最好了 是不是 然後妳吃的時候 我家裡吃的東西 這些茹花果 妳每餐都可以吃一隻 一定要想辦法保持妳的長度健康 是的 是的 只要 如果妳 我很簡單地和妳說 兩大原則 簡單地說 很簡單地說 妳不要多說話 我記不住 是 那妳怎樣做到自己健康呢 第一 妳的腸要健康 妳的腸健康 妳的血管要健康 我講完了 哦 真的 記住啊 腸胃很重要 明白 如果妳通暢的話 妳就什麼都可以了 除了通暢之外 還要保持她的腸軟熟 軟熟 軟熟 我想要軟熟 這樣 基本上 妳的根本人 腸健康 妳的血管身材就健康 那就不會去看 好了 那我現在不如留時間 給觀眾問問題 好 那我們有時間 給大家問一些問題 大會安排了幾點品 所以如果妳們問問題 那當然是短問 短答 可以多幾位朋友 可以問問題 有沒有 如果那些腸健康 就要軟 軟化些腸 令到那些腸軟 就是剛才我說的 妳每一頓飯 妳要先吃番薯 還有要先吃了番薯 那番薯之外 這些痴蠟蠟的東西 對我們健康也會好的 番薯 那些腸 那些腸 那些什麼 那些什麼 那些毛茄 那些什麼 這些腸 叫什麼 呃 呃 對啦 吃壽司司司菜 妳去買是一張一張的 是吧 一張一張的 壽司司菜 妳每日吃一張 每日腸都很好 這些東西都可以吃 這些東西 就要吃那頓飯的前半部分吃 是吧 這些東西 比如番薯 剛才我一堆東西 那頓飯的前半部分 才吃了它 是 那同時可以吃菜 是是是是 那這些東西就叫做可溶性纖維 可溶性纖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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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們的腸是非常之重要的 那然後妳再吃肉 最後呢 才吃澱粉類的東西 澱粉類的東西呢 我希望妳吃澱粉類的東西的時候 已經基本上飽了 吃一口就夠了 如果不不就吃些粗糧 那就會好很多的 是 沒錯 是的 好 那第二個問題 在下面 好嗎 下面 你們要說誰是誰 是 我先分享阿元 阿元 阿元 吳醫生 是 剛才妳說的心中 我又覺得有一樣東西 我又覺得有一樣東西 馬克力的話 我叫我受多了 鄉親和的 親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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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對親和的 親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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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他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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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多謝 再去見 後面 後面 不要問人 跟著過來這邊 請問 師傅 好 我剛剛 碰巧 碰巧 現在 經濟狀況 實在恐怖 想問 有沒有一些 比較好的食物 或者是 喝酒 不喝酒 首先 說飲食方法 基本上 在任何情形之下 跟我說的 一個原則一樣 避開甜的東西 避開白色的東西 避開我剛才說的東西 那你基本上 是幾穩陣的 是吧 還有呢 做什麼運動呢 即使坐鱗椅 或者即使轉了腳 不能走 都可以做什麼 做什麼運動呢 就是 提肛 什麼提肛 就是好像忍大便 縮一縮肛 縮一縮肛 有什麼時間都可以做 這個有什麼好呢 就是幫我們的內臟 健康 明白嗎 因為你提的時候 甚至是對我們的 整個消化系統 有很多的幫助 你不要以為 肛門在下面 就 幫不到你上面的器官 是幫得到 起碼他們的肌肉 是連著的 他們根部的肌肉 是連著的 根部的肌肉 是連著的 所以你 扯這個肛門的時候 你多做幾下 任何時候都可以做 你可以幫助消化 幫助你這個腸 幫助到很多東西 甚至 剛剛跟Pauline說起 有一位 年紀都比我們大 有一位 挺出名的明星 一個女士 她說 她說 嚴浩你真是 她說 我們這個年紀 三個小孩 什麼都掉下去了 但是她通過這個辦法 她說 改善了很多 便秘都可以改善到 通常呢 就是最標準的做法 她們出頭去生 喝水的時候 那杯水呢 你喝連水 你分很多 很多白喝 每喝 每吞一次呢 就脫一脫上去 就脫一脫 那就是最基本運動 是 但是非常之有效 就是一大杯水 分很多次 每吞連一次呢 你就縮一縮 同時不是很遠 就是你吞的時候 吞的時候 明白明白 明白 很容易而已 是不是 這個有位 朋友 是的 紅色帽子那位 給個咪 給個咪 在旁邊 是 可以 可以 因為我看到 就是 很多年前呢 現在是橙雪 的生日 不過現在呢 很多時候呢 就 就是 痛到她 不是很尷尬 可能要她 就是走走走走 她就很痛 那是腰骨 那是腰骨 那她看了很多醫生 忠於西醫 那些針灸的 那些針灸的 都不適合 那我想問 那些運動 加起來 飲食 可以幫助 舒緩 有的 如果你們兩下盾 或可以去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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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例行 即時沒有 即時沒有 它的 Chase 這種 TOMP 所以我們認同 侍應 YouTubers religion 如果抗亂 呃 它的 現在stateHL尼 оль 我剛才說的那個 剛才那個是光發可以試一下 因為剛才我說了是光發不是只讀過的 就是徐章佑的 但是剛才那個劇那個 就是書裏面說左一腳右一腳 就是左三腳右三腳那個 那個就是剛才我說是幫到的 每天做多幾次做多幾百 他會有改善的 因為這個問題是剛剛三天之前 有一位女士就是這樣通過 所以他來問我 他是狀況一樣的 他又要通 這裏通到這裏不悲 他說還要去找燈光 然後他走了 那這個時候怎麼找 他到處逛街痛到暈了 又緊張 那就是痛 但是他跟著我打給他 他說真的有改善 是真的有 我自己都有改善 因為我自己都三十歲開始的問題 我知道是有改善 那其實他做了一個動作 可以我們躺在這裏做的 這本書有的 可惜呢 他畫錯了 蛤 這樣也可以 這樣也可以 是 他畫給我看的時候 我還要改 誰知道最後 這個是最後一稿來的 最後一稿去改完之後 他出了書之後 我才發現他根本還沒有改善 那那個應該怎麼做呢 我現在不知道怎麼睡在這裏 但是我大致告訴你 哈哈哈哈 我要扶在這裏 多睡在這裏 那麼就 睡在這裏 就 我幫你拿著 這個 向側 向側睡 然後就 這隻腳呢 就這樣放在這裏 哦 對不對 這個手就這樣拿著 是 應該這樣拿著 你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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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身呢 就扭到這邊 哎呀 哈哈 哈哈哈哈 他玩的雜技 是 扭到這邊 是 手就是這樣 嗯 明白嗎 可以 我來試一下 好 現在就當睡在這裏 是 那你就 是 明白嗎 那這邊呢 反過來就是這樣 哦 即是你把我身體扭 去那裏 快點拍照我倒了 快點 這裏我剛才忘記了 要扭著腳 扭著腳 是啊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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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我還要找辦法 蛤 好你回去 哈哈 這個呢 我自己每天晚上睡覺之前 這樣做那裏 這樣 那你跟著加上這個 是啊加上那個 是 另外還有一個書在那裏 有的就是這樣 這個 這個 就是在街上 在街上都可以 是 是啊 如果你在街上有問題 是 有安全 那些鬆的地方是鬆的 是 是 就是這樣 好了 我們時間差不多了 又表演完畢了 有一分鐘 問多個問題 問多個問題 好 問多個問題 後面中間 你給你後面 中間沒有 好了 這位問完 給你再問一條 大聲一點 你聽不到 如果 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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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妳睡覺 睡覺 睡覺 兩邊都是痛 你平時有沒有 起來會 會 挑選地轉 這樣就好 有個異形 沒有 通常我的問題就是比較輕有兩個可能性 第一個可能性是你的枕頭就不適合你 那枕頭要怎樣適合呢 就是你打一批訓的時候 枕頭就滑過去 高度的時候剛剛就在拳頭那麽深 這樣就適合你的 如果背到拳頭也可能會引起你的膝蓋頸 第二個原因就是你的腳踪一點都沒有 那些事情是因為他平時低頭也太多 那這個第一句方法輸了沒有 輸了是輸了 你不知道說不快那麽多 這個把衣女士把衣女士 中間這個女士 請問問題 阿姨老師申請假 你現在看到人手機有什麽方法 有什麽感情表現多的 有什麽食物方法和運動方法 沒有啊 你要看少那些手機 哈哈哈哈 不要犯事 不要犯事 要是你就這樣 你就準備 即是你只要 你改變這個姿勢 或者你換了電腦去看 或者你兩個手拿著它這樣 或者你的手托著這樣 或者我絕對不會好 你什麽辦法都不會好 眼乾喔 如果你不改變這個習慣 你就不會好 哦 如果這樣眼乾就這樣 逼一些東西 是不是 那就是沒有用 那就是看少些 哈哈 賣遠的地方 非常 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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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食材 那就是那些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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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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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則上 你只要 飲食健康 那就是幫助你的 但是呢 最主要的問題就是 但是現在 我怎麽要說 飲食健康呢 例如你吃煙啊 你又要去喝酒啊 你又要去吃辣椒啊 那這些是打不掉的 因為你的腸很軟 所以都要影響到 你後面的肌肉的問題 那除此之外 你跟我剛才說的食材 那之後呢 做那些運動呢 那就可以幫到你 那就是女士的眼睛 那就是 那最後兩條 不是 這位小姐 等我先 等我先 洪九月 你叫綠色 各位女士 請 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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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啊 還要按摩 做那個食精座 按摩有個幫助 只可以舒緩 只可以舒緩 你可能呢 他幫助你 但是呢 譬如說 你停了之後 三清之後 他又回回頭了 他一定要去 首先你要改變他的姿勢 你不可以這樣坐 不可以這樣全門都不行的 你一定要搞定 那這什麼政策 那這什麼政策 那本書就沒有 說不完 你拿本書回來看看 可以中間 還有一件事 就是要捕亂 就是任何關節都要捕亂 這個很重要 捕亂 尤其是香港 香港的夏天是冷氣的 走不掉的 那特別是捕亂 但是如果吃番薯 那如果吃番薯 那會不會增加那個胃氣呢 不會 還有 還有 有什麼東西 我們應該不吃呢 就是怎樣 我形容的 應該是怎樣 如果你的胃氣 如果你的白面包引起 那你停住 你吃番薯 是只會好 但是如果你的胃氣 或你本身有幽默螺旋菌呢 譬如你胃氣 和你會痛一下痛一下 第二呢 他會給你吃抗生素 吃抗生素 吃抗生素 吃一下吃一下 你身體呢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就沒有用了 他跟著自己的身體再設計 另外一件給你 吃吃一下就沒有用了 你再下去 他就說 我不知怎樣醫你 那個火候你走 但其實用一個很簡單的辦法 就可以解釋到的 就是 蘋果醋 我忘了跟大家說 蘋果醋 蘋果醋 你出頭起床 喝一湯燈的蘋果醋 加水 加一些溫水 如果你覺得太酸 就加一些好一點的蜜糖 真正正的蜂蜜 不是假的 等我這麼酸 你喝了之後 你喝了一下 可能三幾個星期 你已經開始減輕了 還有這個事情 跟大家說說 如果你沒有一頓飯之後 都好像我剛才那樣 喝蘋果醋 如果你可以不加蜂蜜 就可能會好一點 但這個我不敢說 你倒酸一點點 但是 你想想想 你偷一點水 偷水 那就是幫你減肥的 減肥嗎 減肥嗎 是有效的 有效 因為有一個朋友 他生高 加上要酸高 然後每一頓飯之後 剛才他湯氣吃飯 他我老婆也同準備好 他就是一匙蘋果醋 一匙 特別是一匙檸檬汁 檸檬汁 他就偷水喝 那他出去吃飯 他老婆也跟他準備好一匙蘋果醋 吃完飯之後 就說對不起啊 老友 加點水 就喝了他 蒸蒸的三糕 鮮好完 就是吃完飯之後喝 是的 謝謝 好了 那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很多謝大家 又問到這麼多問題 又好最緊要我們很多謝 嚴浩大導演 跟我們分享他的心得 很多謝 很多謝 我看見什麼一張合照 是嗎 是呀 我們看見什麼一張合照 好 我等你 又要等你 請 請 拼 趕緊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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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